前两天苏院长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来我们那个环状线的二阶段 北环南环有机会要通过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要去买房子要买早一点 但你要多早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看说计划公布 还有施工期 还有营运期的状况 我们简单讲一下 第一阶段大概就是现在这条棕色的部分 就左下角这条棕色 这个 对从这边一直拉到上面来 从大平临 一直拉到新北产业园区 新北 对那这一块已经 新庄副都新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对好 这条棕色的部分 现在目前已经要进入到试车的 已经要差不多完工了 要进入试车阶段 预计大概今年年底会完工 那这个时候房价已经开始有点变动了 来我们来看看未来还有没有机会 我们先看北环段 北环段就是从刚刚美人那边 新北产业园区 对不对 一直拉拉拉往东拉 一直拉拉拉到设置 一直拉到那个建南路寨 建南路寨 大直 大直好 来我们简单 我大概简单跟大家推荐四个站 因为我们常常买房子 喜欢说什么 丑小鸭会变天鹅 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 大概不太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鸭子长大之后 应该会变成烤鸭 它应该跟天鹅的品种不太一样 没营养 很冷 我回来说 所以我们要看 现在有几个点呢 是小天鹅 看以后会不会变成大天鹅 这条北环段 有三个站是双捷运交汇站 我们以前讲过 只要双捷运交汇站就很猛了 第一个在哪里 就是建南路站 我们回来谈 刚才杰宾有提到 像大直 对不对 大直水岸第一排 动不动还是一百八两百万一瓶 对不对 那是无敌 无敌景观 那大直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过去我们也提过 有很多商业用地 娱乐用地 盖成豪宅 对不对 那这事到现在还没解决 我们伟大的柯市长 还在继续等 还没有解决 好 它现在的房价 其实大概大楼的部分 大概九十五还是一百万 还是有这个水准 我们不要把那个两百万都算在一起 我们在一般来说 进场门口还是有点高 好 所以 那这个地方是 蔚来就刚刚 它跟文湖县交界 整个美丽华商圈那个地方 那第二个站 我推荐的是什么 士林站 士林站什么概念 士林夜市大家觉得有点虚似 最近有点虚似 路科不来 然后那个皮蛋豆腐也还没好 对不对 但是你别看 士林站它基本上还是交通枢纽 那边北区的很多大学都在那边 所以它的人潮 前潮还是相对的稳 你知道我们以前读台北市商的 那永远是公车转 就是 从士林站到建坛站 这一大段 对不对 到处巷子里头 马路间都是人 所以它的房价 其实老实讲 那个叫做老士林的地方 房价并不算太高 我们现在看到它中古房价 其实好像六十几万还好 但它新城屋的也开到 有八十几到一百 我们下期再见